传载400号作者,火木体育如今的中国男族,已经被惯例了很多称呼,如,白斩鸡,万花铜棱等,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国人对中国男族是有爱有恨的,爱是因为对足球的热爱和国家的荣誉感。 鹤则是有一种鹤铁不成钢的感觉,首先,尽管中国男族成绩平平,却拿着不错的俸禄,然后还时不时的能出西花边新闻出来,这显然就是有点欲了大众了,但是随着足协对年轻球员培养的重视,多少也见到一些效果,正所谓少年强责中国巧,随着足协对中国男族青年球员的培养加强, 小编相信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。 最近在日本举办的跟日韩运动会上,中国男族幽19便证明了年轻球员培养的重要性,国族幽19取得了两胜一负的好成绩,并且接连击白了韩国和日本,算是为中国男族争了一口气吧。 其实国族幽19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教练贾秀全也是功不可没的,贾指导一向以待队严格而著称,他曾说过,只要纹身和染发,就不允许进入国家队,如果进入国家队后纹身和染发,那么一旦发现就直接滚蛋,踢球就要好好踢,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踢球上,不应该让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。 如果非要展现自己的个性,那么请到球场外去展现,球场要把最好的球技,展现出来才叫个性。 哼中国足球确实如此,除了球技学不会,其他的东西学的都很快,我们仔细思考一下,中国男足缺什么?缺金钱,缺身体,其实都不缺,唯一缺的就是踢球的态度。 就如贾秀全指导所说的一样,中国足球只缺一样东西,那就是踢球的态度,如果中国男足球员能够把态度,把每场比赛都当作为国争光,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。 那么就算输球,身为球迷的我们也不会太多的去责怪,反而会有更多的鼓励,更多的支持国足道,到了那时,可潮不洋洋大国的足球事业会发展不起来。